我真诚地在跟观众分享 如何解决生活中的各种烦恼 方法就是去收集当下的小快乐 跟她是比较投缘的 因为她有时候讲话非常直接 可能就是北京大妞直来直去的 但与我来说我倒是挺喜欢她这种 简单明了的性格 有什么变得就说出来了 你又不对还要人用好多种方法 让你去猜 我是觉得这样挺累的 你直接告诉我 我可以去改变 只要你接受她这种态度的话 你就会觉得非常爽快 然后非常有效率 很愉快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挺喜欢找朋友聊聊天的 很少就自己就闷在屋里 然后自己在那琢磨的那么点 不开心的事 而且聊着聊着我就不聊这事了 已经开始去往别的方向了 我常常注意力就在我当下此刻做的事情 所以它让我比较专注 我没有特别多的杂念 过去的事情也不会念念不忘 也在转难眠的 不太为还没有发生的这种困难 为雨绸缪 如果你总不要操这么多心 只能晚操一天是一天的 最重要跟最在乎的事情 是我的父母能健康吧 女儿可以快乐吧 没有一个人会知道 另外一个人会成长成什么样子 只能替他祈祷 然后关心他 保佑他 打打游戏咯 哎呀我这就是消消乐 一点出息都没有 做做好吃的咯 我如果看超市里有什么菜 就这样决定做什么菜 从去年到现在一年半 我没有去过家 也没有去过海边 其实我在海边通常也觉得很无聊 去之前它都是非常美好的 去到那儿也就那么回事 我希望我能好好的睡一觉 因为好好的睡一觉 其实比吃饮料品还管用啊 生活中的焦虑 或多或少的影响我们每一个人 你要直面你的恐惧与困惑 才能真切地感受到 围绕在你身边的快乐 学会放松 人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和解的过程 我是赵薇 我爱收集当下的小快乐 去和自己和解 年轻心态 闹一闹 也不如在那儿也会吃了 我去那儿也会重新的 年轻心态 感谢观看